大家好我是嘉俊老师哦 其实这一题哦 他的题目的叙述比较难理解 多一点点啊 给来我们看看这个是第17B的 第 最后一题 第25题 好 嗯 他的题目讲的是有一座塔 可以有一座 tower subtense angles alpha at the point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foot of the tower 所以这边是一句话哦 可以有一座塔 所以我这边要先画一座塔哦 可以我有一座塔 可以这个是tower 可以这是tower 然后这个是top 可以这个是foot 可以他的顶部跟底部 可以这个塔哦 可以这个塔啊 他有一个形成一个角 再一个点 可以他形成一个角再一个点 这个点 subtense and angle 形成一个角 可以他形成的这个角哦 的这个point啊 这个point 是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foot of the tower 所以我的塔在这边 我的foot是底下哦 所以这里会有一个point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point 然后形成一个夹角叫alpha 可以形成一个夹角叫alpha 可以我形成的角像这样 从top这边开始 形成到这个point 这个角是alpha 可以这个是题目的第一句话 ok好接下去题目讲and add a second point 所以有另外一个点耶 ok这个second point 所以它它是hash meter above the first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刚才讲的first point 是题目讲的这个 add a point的这个first point ok这个其实是first point ok然后这个first point上面有一个hash米 ok上面有一个hash米 所以我这样子画上来 ok这个地方的高度是hash ok这个地方的高度是hash 然后在这个地方有一个second point ok有一个second point ok这个second point哦 ok这个second point啊 它有一个angle of depression ok所以有一个伏角 所以从这个second point 看那个foot of the tower 所以tower的foot 形成的伏角是beta 所以像这样拉过来 ok这个地方是beta ok所以当你知道这个second point 看thefoot of the tower 是beta的情况底下 我们可以做内挫角 可以alternate angle 把这里变成beta 可以把这里变成beta 好 ok就这样 整个题目的描述就是这样 然后题目要求你prove that the height of the tower 所以tower的高度是这个东西 所以等一下我们会把tower的高度 假设成大hash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要去证明大hash 叫做hash tangent alpha cotangent beta ok这个是题目要求你做的证明 ok 大hash叫做hash tangent alpha cotangent beta 这个时候就会有同学问 就是这个second point 有没有可能其实比他还要高 ok有没有可能其实在上面 这样整个题目的做答会不会有问题 ok答案是没有 如果今天你的second point上面 这样你的整个beta角 应该就会比alpha角大 因为second point比较高 抬头的那个幅度比较大 所以beta就会比alpha大 所以beta比alpha大 不影响我整个题目的做答 我还是一样用这个解体的流程去做处理的 ok这个是要跟可以大家知道 就是不要以为说哦 今天有没有可能有另外一种情况 可以题目没有给数字的前提 现在应该问题不大 所以我们就开始去做做答 ok首先我们会lab the height of the tower 可以把塔的高度假设成大hash 可以把塔的高度假设成大hash ok我们还需要多一件事 就是我要把这个foot到first point 的这个距离叫做x 因为我整个解体总会需要用到这个x ok整个解体的过程 总会需要用到这个foot 跟first point的距离 ok所以我们就会写let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foot of the tower the foot of the tower and first point 比x ok我们需要一个距离 ok它单位是米 ok它这个foot of the tower 跟first point的距离 因为我们等下会用到底部这个来帮我们做连接 ok好这个时候我们把两个三角形 可以把两个三角形画出来 ok首先我们先画绿色三角形 ok绿色三角形的话是 second point second point second point到foot 跟second point的高度 ok底部我们是 底部我们是 x ok好所以这边是hash ok上面是second point 因为这个地方是beta 底部是x哦 所以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式是tangentbeta 所以tangentbeta我们可以得到 对边的h比上0边的x ok这个时候我的x哦 可以我的x程式啊 可以我的x啊 就可以被我们写成是h除以tangentbeta ok我们从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可以得到这件事情啊 好做完这个之后我们去做蓝色三角形哦 可以蓝色三角形首先会有tower 然后会有tower 然后会有alpha角哦 可以从顶部到first point 可以从顶部到first point的距离 可以然后最后是底部哦 可以底部也是一样 从foot到first point的距离 可以然后这个地方我的角度是alpha 我的这个可以塔的高度是大hash 可以同样我们做tangent alpha 所以tangent alpha就会有大hash比上x哦 距离 ok同样的 ok在这里我们就会把x换成是 呃我们要找hash哦 ok我们要找hash 我们把hash变主向先 ok把hash变主向 所以hash如果变成主向的话 它就会变成x乘上tangent alpha哦 ok公式转换呢把这个x乘上来 ok好所以我们就会有xtangent alpha 这个时候把x放进去哦 所以x刚才我们已经做过了 x叫做hash除以tangent beta ok所以我的大hash哦 其实会等于hash除tangent beta乘tangent alpha ok所以我就会有hashtangent alpha 可以tangent beta再分母哦 就就就就会变成是tangent beta倒数 也就是cotangent beta 可以这样就试到哦 可以塔的高度是大hash吗 可以它等于hashtangent alphacotangent beta 所以这里就解决了 所以这题其实你自己做起来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哦 因为它只是一个公式带路跟转换 ok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它的题目的叙述哦 尤其是这本课本的grammar 它就是这样啊 所以它的grammar的状况 会导致你在理解上面 要一直去看哪一句话 跟哪一句话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这个point 它其实没有讲first point的时候 你一开始会很混乱 说什么second point 什么first point这样 会让你有这个疑虑 这个是第25题 是你解决的 那边 你那个想法 你还能破逻 感谢观看